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迷惑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可坚守的方向 大家以为我又在卖书了是吧 这堆书呢对于我来讲 对于我的人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跟我的孩子一样 是我一笔一笔写出来的书 这个是整整花了我20年的心血 20年写的 今天数了一下整整60本 给我的这个音乐频道做一个内容的规划 其实我这个游教授谈音说乐 这个频道已经做了时间挺长了 但是呢一直也没有好好的去规划它 就想到哪里讲到哪里 很多网友提出来了 说今天讲点什么 然后我就讲讲一下这个内容 但是呢 我就觉得还是应该好好的规划一下这个频道 把我的一些专业知识吧 就能够通过这个频道 最大可能的跟这个网友们来分享 能够把我这些年来的音乐学院的一些教学经验 以及我的一些研究成果 通过这个平台 能够让全世界的我们的朋友们来进行分享 既然我在这个频道上要去做专业的流行音乐知识的分享 所以说呢 也总得拿出来让大家信服的一些证据吧 大家凭什么来听你 在网上讲的人也挺多 大家为什么要选择你 所以我也拿出来正好再给频道做分类呢 我看看我到底可以分出多少个板块来 我的书啊主要是有那么几类啊 第一类呢是我先分享歌唱类吧 因为这些年的研究呢 是因为我是做流行音乐文化的研究 所以说从内容上 几乎我是对流行音乐涉及的门类 或者是音乐学院里面的那种科目 我基本上都涉及到了 尤其是当我们做到这个文化现象的这个研究跟分析的时候 你是需要很多的这个技术 啊跟理论的基础做支撑的啊 所以说呢从理论上啊到技术上都做了一些研究啊 所以说呢也出来了那么多东西啊 那么话也讲回来 其实这么多的书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得益于我那么多年的教学啊 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教学相长嘛 只有在教学中才会让自己去提高的更快啊 才会有动力促使自己去研究更深入的去研究这个领域 而且呢很多的这个著作啊都是我在教学的过程中啊 其实就是我的教案啊 我就把它整理 然后呢就汇集成了一本书啊就做了出版啊 比如像歌词写作啊歌曲写作啊啊 这些好多包括流行演唱法啊 这些书其实好多都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得出来的一些经验啊 做了一些理论的归纳啊就做成书了 从种类上看啊我们来看一下歌唱类 这是歌唱类的 这个应该也算歌唱类吧 最早出的两本书叫流行演唱分级训练教材 这个两个这本是我主要编的 这本呢是有三个啊 我是其中一个我们三个人合作的 这是中国作品 这个是外国作品 这个是2004年2004年出的啊 也是我们中国比较早的一个流行演唱分级训练教材 然后呢就是流行声乐水平考级教材啊 这个是中国大众音乐协会的一个考级丛书啊 我是这套丛书的常务副主编啊 也是这一本流行声乐的考级的这个作者 然后呢这本书呢比较重要 这本书呢是一个流行演唱法啊 就通过多年的教学经验 把流行演唱的一些方法 把它从实践啊上升为一种理论 这里面呢既有一些练习的练习曲啊 风格训练的一些练习啊 但同时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关于流行演唱的一些理论 这两本呢是跟演唱有关的啊 这本书比较早了 这本书是有这本书有年头了 05年啊 这是05年出的 我比较早的一本关于歌手的一个书 就是流行歌手成功指南啊 就是也是把我这些年在行业里面 跟这些音乐圈啊 或者是娱乐圈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啊 放在这个书里面啊 作为一个歌手应该怎么去规划自己 包装自己啊 让自己走上歌星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道路啊 就把这样的一些经验啊 放在这本书里面 然后呢 后来又出了一本叫歌手秘籍啊 这个是一套娱乐性的 就是商业性的 就是这是一套 一套有好几本 这几本呢是关于创作的 这本是歌手秘籍 这里面也是讲到了一些 就是一个歌手要成为歌星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这本书很薄 但是里面的全是干货 特别实在的一些干货 这应该是歌唱类的啊 歌唱类啊 到底还有几个就是 这是少儿歌唱啊 儿童歌曲演唱教程 低诱版 少儿版 这两本书啊 这两本书呢 里面呢 既有关于这个儿童歌唱的一些 实战性的一些训练啊 练习曲 同时呢 也有一些对每一首歌曲的啊 怎么演唱的一些分析啊 是比较实用的 两本这个儿童歌曲的演唱的 这样的教材 这个属于歌唱类的 应该是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本 八本 当然了 歌唱类的还有呢 这是一大堆 这套书呢 是叫这个 它的 从书名呢 叫音乐娱乐书 是比较商业化的啊 比较市场化的 这一套书 是怎么的 就是把所有的 著名的歌星啊 他们的歌曲 经典的歌曲 汇集在一起 然后对他们的歌曲 做分析啊 做歌唱的指导 包括对他们 音乐风格的分析 啊 这男生部分 全是我做的 我做了有二十六本 这套体系很大 有五十多本 女生呢 是我找的 另外的我们学了 一个老师啊 我当时是这套 从书的主编啊 然后呢 男生部分的二十六本 是我编的 这里面涉及到 比如说风格啊 比如说 怎样唱好R&B啊 怎样唱好摇滚 怎样唱好民谣 这是风格系列的 还有呢 歌星系列的 怎样唱好陶哲的歌曲 怎样唱好 比如像周杰伦的歌曲啊 也怎样唱好 这个像这个 江玉恒 同安格的歌曲啊 这全是一系列的著名歌星啊 有一批 然后呢 还有一批的就是实用性的 比如参赛高手啊 怎么去参赛啊 里面有一些适合参赛的歌曲啊 比如说翻唱高手啊 就怎么去翻唱啊 怎么样把一首歌曲翻成自己的风格啊 然后比如像这个挑战高音歌曲 把这个高音的一批歌曲拿过来 然后呢去分析他的一些演唱奥秘 这都是歌星的 怎样唱好琪琴 怎样唱好张学友 张信哲 这个也是完转酒吧演唱 这是男生片 这个呢是针对一些就唱酒吧的歌手啊 他们在选歌的时候给他们一些参考啊 包括里面有一些比较适合酒吧唱的一些歌曲 在分析啊 怎样唱好刘德华啊 怎样唱好周华健 怎样唱好英文歌曲 怎样唱好人嫌棋啊 这是一批 这套书呢 当时是由这个中央音乐学院 北京环球音像出版社出的啊 它不仅是有书 同时呢这套书还配有一张光盘 每本书都配有一张啊 甚至是两张这样的讲座光盘 这套书呢是在05年出版的 按道理说应该在中国就做这种流行演唱的 大规模的系列讲座 我是做的比较早的 在05年那个时候啊 现在很多了啊 现在包括好多的这个APP 也出了好多这种网上的讲座的一些课堂 但是呢在0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 网络课程还没那么实心 音乐课程的这个讲座 主要还是通过一些出版社来出版的还比较多 那么当时这套系列呢是 我们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音乐公司 也是挂靠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 这个文化公司叫天天艺术 这个呢如果说中国搞音乐的人应该都知道 天天艺术在做这个音乐的这种音像教学这个领域啊 在中国应该是最牛的啊 因为我跟他们两个老总关系也都不错啊 所以当时呢策划了这样的一个系列大戏啊 同时这里面还有呃做这个之前 其实我们还做过两套卡拉OK的这样的系列教学 哦好像有我看一下啊 啊就是这套 这套呢是叫五分钟学唱卡拉OK啊 这个是给大众做的一个卡拉OK的一个演唱的一个教学啊 这套光盘呢当时还被列入了15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啊 第十个五年计划啊 我们后来那个这套这套儿童歌曲百年经典是获得13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啊 就这套卡拉OK的这个系列的是获得15国家重点出版影像规划 所以说这套系列出完以后啊 也引起了市场上很大的反响啊 从而呢就很多人也开始做这个流行演唱的教学啊 这样的一些课程啊 后来呢我发现在我这个之后啊 也做这样的一些网上教学的一些人啊 他们就开始开发网络的课程开发APP啊 现在甚至有一些都做成国内最大的这个在线的演唱的这种APP平台啊 应该是赚了不少钱的啊 所以说像我们这种搞音乐的人啊 其实很需要有一种商业的partner 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些人跟你合作啊 才能帮我们去推广 其实我们就会去研究这些东西啊 但是呢其实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更好的营销啊 怎么样把它就是说放到投放的市场上啊 把它产生更大的这种商业价值啊 这其实是我们搞音乐的人所缺失的这样的一块啊 所以说很多音乐家办公司啊 办一个倒一个啊 也有一些音乐家在国内啊 办学校啊 真正的音乐家办学校啊 办一个倒一个啊 因为他的脑子只是想更理想化 怎么把专业做得更好啊 他可能就忽略了很多市场的问题啊 营销的问题啊 所以说一个音乐家要走向市场啊 还是得有好的一些伙伴 营销团队来合作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模式啊 这个是26本的26本加上这个1234567834本啊 歌唱类的这是好先放一边 第二个部分呢是讲讲创作类吧啊 创作类呢就这几本 五本啊 主要是歌词跟歌曲的创作啊 这是我出的最早的一本叫流行歌曲写作啊 这本书的销量也是比较好的 这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 还有这两本呢是流行歌曲写作教程 流行歌词写作教程 是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的 还有呢这两本啊 这两本呢是一个叫歌词文化鉴赏教程 这本呢叫流行歌曲创作教程 这本呢其实实际上是在前两本的基础上 又做了一些升级 这两本呢是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的 就等于是在歌曲创作跟歌词创作啊 这个领域呢也是有了十多年的这个教学的经验吧 把一些教学的这些案例汇总在一起 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书稿 这还有两本的 写词攻略写歌宝典 这两本呢是属于比较通俗的 那几本呢是属于是教程式的 教材啊比较体系化的 这两本呢就是属于是很实用的 非常简洁明了的 去告诉你怎么写歌词 怎么写歌 这套书呢当时还请这个方文山 给我做了一个提词 就是台湾的著名词作家 也就是周杰伦的御用词人 写过很多歌词啊 像菊花台东风破什么烟花易冷啊 娘子啊等等一批这个经典歌词 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个词人 然后呢就是音乐理论类 这些呢是音乐理论类的 有基础乐理 有诗唱恋耳 有这个流行音乐基本乐理 这本呢有三个作者啊 我是主编 我是这套通俗主编 也是这个这本书的其中的作者之一 然后乐理速成 这个乐理呢是属于是通俗易懂的 给业余爱好者看的 不是音乐学院的这样的教材 但是这本书的销量非常好 因为它很轻松的 很容易的就看懂这个 这是上一阅出版社出的 上一阅出版社的社长 我们关系很好 然后他跟我聊天 他说我女儿学乐理 他就看你这个 他说这本书特别容易 一看就看明白了 他说 然后呢这个是叫流行节奏训练教程 这个呢是音乐学院的教材 现在呢很多音乐学院也在用 就是非常专业性的 这个书一般的人可能还用不了 全是五线谱的 而且呢都是节奏 把流行音乐的所有的节奏规律 总结在这里面形成了一个体系 因为在流行音乐中 节奏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中国的流行音乐 教学起步是比较晚的 所以说我是在十几年前 在我们的教学规划中 我就把这个节奏训练 从时尚练耳中分离出来了 因为在传统的音乐学院 都是把节奏训练跟时尚练耳 放在一起的 节奏是时尚中的一个部分 但是呢流行音乐中 节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灵魂 所以说呢我就把这个现象 做了单独的去研究 然后形成了一个教材 然后把这个课程 单独的分离出来 所以说现在好多的学校 也开始把这个节奏训练 在流行音乐的这个专业中 也单独的分离出来 作为一门课程 很多用的都是我这个教材 这个呢是一本简朴市场 因为在中国呢 很多学流行演唱的人 学流行音乐的人呢 都喜欢用简朴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实用的 一本书 这本书呢是叫流行音乐风格训练 就是我总结了八种流行音乐里面 最常见的音乐风格 比如爵士乐 Blues R&B Riggy 像这个拉丁等等 这样的一些音乐风格 每一种风格有什么特点 然后呢 每一种风格都附上了 一批的练习曲 然后呢把中国的民歌 改变成这种风格 音乐配上 然后呢做好了饭唱 然后一个伴奏 就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教材 这个呢 现在很多音乐学院也都在用 我自从研发了这个教材以后 也在当时我的这个学校 开设了这门课程 现在好多学校也在 纷纷的也都在开设这门课程 因为这个教学体系就是这样的 你有了教材 包括我们这个 还是后面附了这个光盘的 教学光盘 音响资料全部都现成的 那的话有教材 有音响资料 他这门课就可以开了 当然还有一本 就是合音训练 这也可以属于是音乐理论 但同时他也是歌唱类的 就是合音多声部的这个演唱 这样的一个教材 这是我跟另外一个老师合编的 这个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的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呢 是比较重要的 对于我来讲 我在研究上是花了很大精力的 是这个流行音乐历史与文化的 这一类 这一类书呢 也应该说在我的学术研究中 是价值比较大的 这个出了几本呢 这是我最早的一本书 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本书 2002年出的 叫西方流行音乐简史 当时就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的 这个是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出版社 然后后来呢 又出了一本叫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 这本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 这本书的销量是最好的 因为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全国 在中国的音乐类图书中是做的非常好的 他们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 然后后来呢 又出了一本叫中国流行音乐通论 这本书是专门研究中国流行音乐的 应该说在我们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 研究是一个冷门 我做这个冷板 但做了很多年 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研究呢 那就更少了 因为西方流行音乐的研究 还可以有一些西方引进的教材可以参考 引进的一些著作可以参考 但是呢 中国的流行音乐原来都是被批判的 尤其这个历史很长时间来都是被封闭掉的 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史料查证是非常非常难 所以说编写这个书也是很艰难的一个路吧 然后最后终于是通过了十多年的时间 把这个体系就搭建完成了 也就是说把中国流行音乐从20年代开始 一直到2000年以后 这个流行音乐 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脉络 给重新给复原了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流行音乐很长时间是被禁止的嘛 所以说他的这个声音就 就断掉了 但是后来我就通过很多的这个历史资料查询 就把中国80多年的流行音乐历史又给还原了 尤其是解放之后 到改革开放那30年 中国流行音乐是没有的 但是他转移到了香港跟台湾 我就站在大中华的一个视野 把中国或者是把我们中华流行音乐的历史重新的串联起来 这个研究应该是在中国是属于是很前沿的 这个教材也是引起了学术界比较大的关注 后来又做了一些修订 这个是盛行音乐出版社出的 叫中国流行音乐简史 这正式把它成为一个 这是通论 还是带有一些论的这样的成分 但是这个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史学的一个著作了 那么后来又出了一本叫欧美流行音乐简史 这个就比较厚了 里面涉及到了blues 爵士乐 摇滚乐 西方所有主流的音乐的历史的发展脉络 这个在中国也有很多音乐学院 尤其这两本书 中国流行音乐史跟欧美流行音乐史 很多音乐学院都在拿它当教材用 因为音乐史是音乐学院里面必须要有的专业课 专业必修课 所以说很多流行音乐学院 只要开了流行音乐这个专业 他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史学的课程 所以这两本教材就为大家提供了教材的参考 尤其是像这本书 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 因为这本书市场的销售情况比较好 而且它又包含了历史跟风格两方面 所以说好几个学校的流行音乐的硕士研究生考试 指定这本书作为他们的参考教材 还有一本 这本是更冷门的 叫做流行音乐文化概论 文化概论就是 这个是很理论化的 这本书一般人都不太愿意去看 我自己写完以后 我都不太愿意看 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文化层面上的一些内容 包括流行音乐 从几个角度看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的属性 流行音乐的文化特征 流行音乐的文化功能 流行音乐的文化意义 包括世界流行音乐的发展概论等等 这个就有点太学术化了 所以说这本书的销量很差 但是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的研究领域来讲 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 好了这个是这么几大块 当然了还有一套就是比较重要的了 这一套 这一套呢 是中国儿童歌曲百年经典 四卷 把它拿出来了 这个是刚才讲了13五国家重点出卖规划 里面是配音像的 第一卷是1900年到1948年 第二卷呢 是1949年到1978年 第三卷是1979年到1999年 第四卷是2000年到2015年 这四卷 115年的中国儿童歌曲 这样的历史 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 把这个中国儿童歌曲的这个历史串联起来 500首歌 精选了500首歌 全部重新编配 重新录音 重新演唱 重新缩混 这个工程是非常巨大的 当然了 这个项目也是得到了国家的支持 也是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出版社呢也投入了很多的资金 来打造这一套项目 由社长总编辑跟副总编辑 两个一把手二把手 他们亲自挂帅 来主抓的这套重书 应该说是一个中国儿童歌曲的一个大戏 这套书呢 是我觉得我的人生 到目前为止 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当然其他的书也都很有意义 这是最有意义的 其实还有我觉得这个音乐史也是比较有意义的 这本书呢 中国流行音乐简史 这本书呢 是我前段时间在网上查询到 被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收藏了 在海外的一些图书馆 在华文书的一些收藏领域呢 我也查到了我的一些图书 比如新加坡的国家图书馆 美国的国会图书馆 前段时间在那个法拉盛图书馆 也看到了这本书 所以说这本书的这个收藏率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这个历史的东西嘛 不是搞音乐的人也可以看 里面涉及到了很多这个音乐发展 包括人物 什么周旋呢 从周旋到周杰伦啊 这都有了 还有呢 就是这一套了 中华国学歌 这是我的心血之作 一百多首的古诗词歌曲 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把它创作出来 把它写成了歌 找了很多的孩子 把它录成了歌 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这里面其实是原版乐谱了 这里面没什么文字 全是这个正版的乐谱 我就把我的这个正版乐谱 授权给了安徽文艺出版集团 让他们来在中国做这个出版 三册 一二三 三册 是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 人教版的这个语文书里面的古诗词 基本上全部都在里面了 就是可以唱 所以这套书出来以后 现在国内的反响也比较大 很多的语文课老师 音乐课老师 很多都在用这个东西 还有一本书 这是非音乐类的 这是我人生写的第一本 非音乐类著作 而且还是一本育儿著作 叫爸爸我爱你 一个音乐家的副教笔记 就是把我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写成一本书 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我怎么教育他的 我们碰到一些问题 我是怎么解决怎么处理的 我就把一些经验吧 全部都放在这里面了 其实对于一些爸爸或者妈妈 这本书或许有一些参考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我们的照片 然后还有一些我好朋友画的一些插画 然后同时还配了一张光盘 就把我写的儿歌 一批我儿子唱的儿歌都放在这里面 主题歌就是爸爸我爱你 当时写爸爸我爱你这首歌的时候 就是为了出这本书 我说总得有个主题歌吧 然后写了一首爸爸我爱你 没想到这本书现在反而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爸爸我爱你这首歌曲 现在倒是在国内流传开来了 因为写爸爸的歌比较少 所以那首歌现在还挺流行 这本书的销量反而不是特别好 因为当时这个书是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的 所以说因为音乐类出版社出这个育儿书 可能上架的时候 他可能分类就不太对了 因为这本书当时出版的时候 我就因为我认识的都是音乐出版社的一些朋友 所以我就找上海音乐出版社的社长 我就问他 我说能不能推荐一个能出育儿书的这样的一个出版社 后来这个社长说 你就别找了 在我们这出吧 他直接把这书就扣下了 说直接在他们那出了 因为社长他说话可以算 就是一拍摆就直接就出了 如果你要找别的出版社也很麻烦 因为如果你找到一个边界 他要报选题 还要通过选题上报 然后还要通过主编的审批什么的 因为社长 我们社长发话了 说这个书可以出 马上就出了 这些都是我主要的一些著作 这其实还有一套 这是60本之外的 这套书呢 其实是我是一个主编 叫儿童歌曲契乐演奏启蒙 有11本 我们选择了11届乐器 吉他 钢琴 贝斯 架子鼓 萨克斯 尤克利利 二胡 鼓针 琵琶 羊琴 跟竹笛 这11种乐器 这套书呢 我是主编 主编我在这里面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规划整个书的一个选题 规划好了 我把这个框架全部搭建好 然后应该怎么样去写 怎么样去做 然后呢 我把里面所有的音像 这一套书呢 是目前为止中国出的 那么大系列的 配音像的 有声儿童契乐丛书 也就是说这套书里面 它配上了很高清的音乐伴奏 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 可以表演 可以练习的这样的一个原版的音乐伴奏 所以这个很多人 其实为了这个伴奏 他们就买了这个书 也有很多培训机构 现在在买这个书 就是因为他们拿去以后 就可以教学了 因为有伴奏 对于教学来讲是 非常方便 非常实用的一个事情 当然了 我对这些乐器 也不是所有的乐器都熟悉 所以我只是做一个主编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规划好 把这个框架搭建好 让每个老师去往里面填肉 最后做完以后 我拿过来 我来审稿 就是有问题 提出问题 他们就修改 所以说这里面呢 就是比如说吉他 他就是找个吉他老师 里面变成了 把这些一批儿童歌曲 变成了吉他谱 比如钢琴 那么找了钢琴老师 把这个变成了钢琴谱 贝斯 那么找了一个贝斯老师 把里面变成了贝斯谱 就是四线 四线谱 这个吉他里面是用的六线谱 这个钢琴里面用的是五线谱 四线五线六线都有了 价子谱 价子谱 他这个用的是五线谱的祭谱法 比较萨克斯 萨克斯是五线谱的 像优克利利 优克利利是用的四线 因为优克利利是四根弦 二胡 这是简谱 中国的明月基本上都是简谱的 好了 这个就是我的一批著作 花了二十多年的心血 写了这么一堆东西 所以说 把这些东西让它的价值最大化 逐渐的从纸面上变成声音 变成视频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接触得到 从小范围的校园里面 把它搬到这样的一个 无限大的一个网络空间中来 非常感谢 如果说大家能够看到这里 那我就觉得真心真心的感谢 对我的这种支持 因为感觉好像这些东西 应该是可能挺枯燥的 对我来讲 可能每一本书都是包含着我的心血 但是对于别人来讲 可能大家听我在这介绍我的一个书 是挺枯燥的一个事情 如果说现在你看到了这儿 我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真心的感谢